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9月3日 中国澳洲针锋相对 周五凌晨 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 第二阶段继续有好戏上演 其中澳洲与中国将会师卡塔尔多哈 两队在上一阶段都有相当不俗的演出 入球术和失球术都比较令人满意 如今澳洲阵容实力大不如以往 而中国在有多名规划球员助阵之下 竞争力提高不少 暂时看来 此役各自胜算难分高低 打合收场不足为奇 上一阶段各有千秋 澳洲在分组赛第一阶段展现出亚洲顶尖实力 他们在B组里面以巴战全胜出现 要留意 澳洲成绩好主要原因在于 同组对手的实力与自己差距太远 要知道其身后表现较好的约旦和科威特 在亚洲范围内的排名只不过是15名或更厚 另外二个对手则是完全不入流 从得失球数据来看 澳洲上一阶段总共摄入28球 军场3.5球的效率实属可观 而更令人信服的无疑是防守 总共只有二个失球 与亚洲一哥日本并列上一阶段失球第三少 中国在晋级到12强赛的路上 其实带有积分惊险 他们上阶段最后一轮依靠战胜提前过关的叙利亚才 获得其中一个成绩较好的分组次名出现权 不过从走势来看 中国最后四轮连战连胜 相当争气 分组赛八场战 霸露的30个入球 是40支队五里面仅次于第二多的伊朗 而仅仅三个失球的防守表现也是出类拔萃 本期阵容分析 留意澳洲最新一期大名单 效力于墨尔本城的射手查美麦卡伦 居然莫有入选 要知道 他在上一阶段未带蜀军团攻入了五球 是绝对可靠的得分点 另外一位上阶段出战四场 攻入四球的一封马菲利基尔也莫有在阵 如今破门重任 要交由阿荡、泰加特、基训爱云等人来承担 虽然不是最强阵容出战 但澳洲球封向来硬桥硬马 阵中不少中后场防守行球 原始在英伦低阻别联赛问时 众所周知 传统英伦球封是积极拼抢和主动的身体对抗 这些汉将的存在 必然令大部分对手深感头狠 相比之下 中国主力阵容齐整 规划大军艾杰臣、阿兰、布朗宁等人在列 在西甲艾斯宾弩打拼 备受关注的吴磊当然不会缺席 虽然说中国 在亚洲仅排名第九 底蕴肯定不及连续多届在世界杯决赛周亮相的澳洲 但那也已经是过去的事 现在拥有多名规划球员的国足争胜利已得到大幅提升 但稍微要注意 他们似乎还未经历过真正硬仗的检验 此前碰到过最有实力的对手应该只有叙利亚 国足接下来的分组赛第二阶段还要接连对阵日本以及沙地阿拉伯这样的顶级强队 此一队阵并非全主力的澳洲必须最少要避免舒波仪稳住军心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